不知道谈到哪里 我大概瞄一下 我就开始讲 然后中间就佩服了 那天来了吓死500个人 你看这个场面 它并不是一个儿童剧 没有舞台也没有什么服装道具 就是我旁边那个人帮我指骨的 那边是老师 他在谈起 后面还有晒太阳 一个小时居然没有人 草草闹闹 要找到小朋友早就闹翻了 那这就是故事的魅力 而且结合了艺术 艺术的形式 且小朋友都能够接受 这个就不讲了 这是一个 因为网络而结缘的故事 那这个事情 简单讲一下就好 当时 我真的不敢相信 台湾那电视台 找我儿童节目 找我电视中讲故事 讲了二十四集 然后后来这个节目有 影片就有上那个YouTube 马来西亚人就发现了 马来西亚人发现之后 2012年 就第一次邀我去巡回 巡回完了之后呢 那年的冬天 最左边就邀请我的那个吴老师 他是中文研究所 没想到后来当了幼园园长 他说我受邀到泰国 说故事 胖叔叔你要不要来一起参加观摩 其实那时候你就是 反正我退休了嘛 那我说好啊 我也不知道故事节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说好 没有考虑就参加 那要参加 你不是受邀你要付钱哦 机票 住宿 报名费 全部自己出就对了 那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抉择 挑战 我去那边当听众 我可不可以有机会讲呢 我看到他的活动办法上 有一天晚上 是最后一天的晚上 可以自由分享 你把你要讲的故事 先提出来 然后如果有时间 他要安排你去讲 那个时候我就安排了 这一个故事 所以我就想说 我好喜欢这个白布舌的新娘 因为我觉得很有 台湾原住民的味道 又有唱歌 又有一个大白布舌 整个情节 非常的吸引人 很精彩 那我想办法把它改写成英文 还不断的修正 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 那英文没办法说 你想开口说就说 特别是讲故事 我练好了 带着蛇 道具 参加泰国故事节 我在台下听的时候 台上故事人用英文讲 我大部分都听不懂 听不到一半 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都 可是好笑在哪里都笑不出来 旁边在笑你笑不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难过 你知道吗 我心里就开始 要是自由分享时间 我上去讲 他们听得懂吗 怀疑自己 那机会有时候 还需要贵人 到了最后一天晚上 我东西还是带着 做好准备 那吴老师 后来就说 有哦 待会儿 三个国家 以第二个讲 他后来又跟我讲 之后 他说 主办单位本来要tancel掉 因为时间delay了 他们想把这个就算了 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有最后半天 可是是他帮我争取说 台湾的胖叔叔有准备一个买乎蛇的故事 要让他讲 他们说 哦好 那我们就再开放25分钟 三个国家 我后来才知道 可是在中间当他 没有跟我讲这个 先跟我讲出来 胖叔叔 你可以上去讲了 如果那时候我跟他的回答是说 算了算了 不要讲了 我觉得还是不要讲 没关系 我就放弃了 我就没有 就没了 结果呢 我带着那个蛇 头架 袋子 一带 Ladies and I 这边还有一段 还要讲 我在那边等的时候 第一个是中南半岛的一个国家 就不要说哪一个国家了 他讲的 我一听我就好有信心 要讲的没有辣 可是呢 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故事人 赵方公路士他讲不停 然后呢 我就看到专业的故事人站起来聊天 有点想要往回走 他如果不听 那我讲给谁听呢 我就希望能够讲给专业的故事人 看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就在祈祷的时候 赶快讲完好不好 快点快点 终于他完了 换我了 我一上去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Uncle Fat Because I am Fat 很奇妙 我爱说故事 我不是上来演讲 我是讲我喜欢的故事 那个声音一讲出去之后 就好像有种魔力把它给抓住 我就看到那个站起来聊天 往外走的故事人 转头过来 越来越走过来 然后坐下 就开始订 然后呢就跟今天早上你们的反应 我很多设计的点 惊奇啦 笑啦 拍手啊 一阵一阵的 他们的反应好强烈 结果我一讲完之后 吴老师跟我说 哇 胖叔叔 你是这一次 外国故事节的最大亮点 大家觉得你讲得好精彩喔 因为外国故事人 他们讲的很多故事 不是绘本来 而我特别发现我们华人喜欢精彩的故事 不喜欢太简单一直重复的那种 简单预言式的故事 而外国故事人很喜欢讲 简单重复 预言式的故事 像什么 我想讲一个 你还是懂的 老鼠羡慕太阳 太阳说 我怕云啊 云会把我遮住啊 哇 那我羡慕云 我要跟云一样 云说 我不厉害啊 风比较厉害 把我吹走啊 我都挡不住啊 哇 真的 那我羡慕风啊 风说 我怕墙啊 那个墙一挡高高的 我吹不过去啊 哇 真的 那我羡慕墙 墙说 我怕你们老鼠啊 你们老鼠给我装它吧 一个洞一个洞的挖过去啊 哇 没想到到最后 我最厉害 这种叫重复预言式的故事 流传到 应该也有大概听过吧 蛮有意义的 就是说 你会羡慕别人 最后发觉 你也有让人家 别人羡慕的地方 这可能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的问题 各位家庭的心态 可能 某些方面 是被别人所羡慕的规定 好 那么 当时呢 我成为亮点 我一炮而同一名惊人 你知道 从此 好奇怪啊 那一年 2012年 2012年的 年初泰国故事节 然后六月份 第二度邀我的时候 炮叔叔 今年我们马来西亚有国际故事节 我们要有 华语的 英语的故事 四段 那你两个华语故事没问题 你英语 就讲白不舌的心涼好不好 我说好啊 准备好啊 那还有一个英语时间 你再讲一个好不好 再讲一个啊 那又要准备啊 我就讲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啊 你们上午听过 那个有数来保 英文要怎么数来保 重新写稿子 重新背 背得我想死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好吧 拼了 这一场就是我 全部讲完第四节的时候 大家给我掌声鼓励 他们也知道说 我在台湾是不用英文讲故事 而且我讲的英语的故事 什么都不怕 根本就没有英语版本 是我自己翻的 他觉得这么精彩 太惊讶了 所以那一天 2013年6月2号 我代表华人 成为国际故事人了 谢谢大家 目前在台湾 没有第二个人 香港没有 马来西亚 吴老师一个 大陆也没有了 而且我发觉 很多说故事的 他可以按照稿子说 或是在电视台 或是在广播电台 他说的东西 你可以知道它的差别 孩子他跟他比较没有互动 他很像是在 就是广播剧一样在讲 那个差别 有点形态上的不同 好 后来我就开始 一个又一个 英文故事这样练 这些说故事人 75岁 我50 那个65 那个40 46 每一个说故事都很快 有一个童心 孩子的心 这是2014年 有时候说故事人 也是有点上天悬命 没结婚啦 没结婚啦 然后那个先生在天堂 只有他有孩子 印尼呢有 那我是没孩子 反正就是 比较没有家累 而且呢 会比较更爱孩子 这样子的 好 这在印度 八个国家 在印度 印度他们的英语啊 比我们华人好很多的 听得懂 他们都会听 但是讲的英语 比较不容易听懂 如果有些年轻的 这就是带他们在演 那个黄黄虫羽蝌蚝蚝 云上的小孩 还有在罗兰姐今天会讲的 Kentie paradise 在新天堂那边 还不晓得新的 印度 纽西兰 去年十月 北京大学 幼儿园还有家长 培训说故事工作 医院说故事 这张我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小朋友住院 非常的不舒服 心情很不好 所以在医院说故事 在那边当志愿者 要比较 更有强大的能量跟信心 因为他的那个回应 不会那么强 那一天 2013年 2013年 从马来西亚回来之后不久 去常跟医院讲的故事 下面那句话 是一个爸爸 在Facebook给我留言 我看完也是觉得 真的假的 他说我的孩子 开完刀之后 不说话也不笑 他很担心 那今天刚好偶然看到 胖鼠说故事 他就带他进来听 结果他的孩子又说又笑 他就好感谢哦 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 一般来讲 爸爸比较少回应的 还跟我讲 我觉得那时候突然就越来越感觉到说 说故事他不只是在教育 他甚至很多都是在陪伴 爱跟疗愈的功能 所以孩子透过故事 他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跟帮助 甚至转换心情 他们的笑容 团体学习会勇敢的从尝试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然后亲子在一起是更亲密的 股价的力量 多种在马来西亚 有各种种族他们一起听 我现在就看一些不同的场所 像音乐馆 跟弦乐团合作 今年7月在北京 也是跟国家交奖乐团的 四位国家级的音乐家来合作 这是一些媒体的报纸 这个单位就有一个影片 让大家看 为什么会放这段影片 马来西亚沙劳岳 沙劳瓦 米里美女这个城市 我去过三次了 可是这些爸爸妈妈 我可能还是第一次见 两个小时 我还是有教他们一起 做毛毛虫鱼蝌蚪的动作 还有讲故事 有人现场拍了一些片段 剪成四分钟的影片 我就发现他们好高兴 也有感动 然后全场男女老少 我突然发觉 说故事的魅力啊 真的把陌生的彼此的对象 一下子拉得很近 而且说故事人本身 并不是明星跟偶像 他像朋友 但如果我放这段影片给大家看 还有就是有一个民事新闻的报道 那他有用到我在国外说故事的一些片段 那我想就证明说 我这些照片和影片想要证明的就是 真的说故事改变了让生命发力了 好 我赶快把这个影片放完 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说故事人本身发力了 就说故事人本身发力了 他不是明星 这个影片 也不是明星 对象 听说故事人本身发力了 今天聚集在你美丽的地方 我永远想会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完成的礼物 好 你把第三次来到美丽 我来说不是只能帮助什么 不足足吗 不可以 如果你的生命 不可以 能够享受到 无比出力的喜爱 对我的喜爱 因为我来说故事 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奇迹 所以我有发觉 因为我说故事 我的生命 变得很亮 生活变得很精彩 然后烦恼 变得很深 你真正用你自己拍子 如果你透过说故事 没办法让他长大 我的情节关系 会非常地好 那是我们家 还用家庭快乐的生命 让我们为大家服务 那个快乐的 好 全部人都一起用一用 我相信你会感觉到 你好像可以到 孩子一样的快乐 来 手跟一样放手 谁要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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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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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是脖子 我剛才超長的 我還在想叫五丁或五丁或是炸魚 你絕對絕對不吃喔 就是火候 你也覺得這是什麼 我們要用番茄 你絕對絕對不吃 我會用 炸魚 炸魚 我會用炸魚 我會用炸魚 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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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魚比較好吃啊 來 去手 一手 越亮了 我會吃越亮了 太火的水 來 開始叫聲 你先叫聲 快樂 美麗 花月麗 你吃快的毛毛球 快的 出發的 你吃一點的 我會太美了 有靈臭花的 好的 我有靈音 小 friend 下水 不然會不會 不然對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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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